你不是答应过我 你当过小妹一辈子吗 现在该让她尝点苦涛 我会给你 一百万 你会怎么能找 既然她主动约我 我要去见你 经常真相都很贵 是开贵来找我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过去纯真美好 哥 我一辈子不和你分开 命运寒可曲折 我得了初音 我得了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灵魂在爱恨中盲醒 我想一辈子在你身边 保护你 我还运了 这不是我小样 啊 啊 仇恨在残酷中发酵 我这种逃不掉的城 你明明有爱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仇恨你 痴情的守护 专门性 还可以信 你能否换来救助 小妹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力更好的活性 静重看 古法狼的剧 积极明运 白鸽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走啊 你有过去寻找亲生父母的线索吗 如果我去找你 那就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既然这件事情 我们俩都这么多 为何还要让更多的人痛苦 我想用钱来听出来的口 不可能 你这些已经被换人了 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这些都是解决陈老板的材料吗 我想一辈子在你身边 小妹 你不是答应过爸爸 照顾我一辈子的吗 你和小妹已经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我怀孕了 高伟知道的吗 你不要脸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爱 你应该知道公子 我可以打掉孩子 我要那套皇帝 你值吗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继续带来的是七集迷你剧集白歌 今天是第五集 前边讲到了 一个原本的非常单纯善良的小姑娘 叫田小妹如何经历了种种磨难 包括见到一个叫高伟的男人 然后呢 在这个男人的这个关怀之下 甚至过上了一段非常富足的 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 就在高伟的帮助之下 和自己分散多年的哥哥相聚 所有所有的这些 好像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 是小妹一直盼望 但是没想到却让小妹付出了 更加沉痛昂贵的代价 于是 她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受伤 她拿出了跟高伟的亲密的这个照片 去了高伟家 找到她的妻子 然后小妹就跟高伟她老婆说 房子要给我 要送我出国读书深造 那么高伟的老婆 会同意小妹的要求吗 小妹想扼住生命的咽喉 改变自己的命运 摆脱痛苦 她这么做 能实现她的要求吗 你不答应 我就把这些照片放到网上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相信你们的孩子 也一定看得到 她会怎么想 再说 我会把孩子生下来 就算现在你们不信 过了十年 二十年 高伟她一定会动摇 对了 我好像比你小十几岁吧 不妨我们就等等看 看谁 耗得过谁 当过了一个晚上 你就知道怎么来卖自己了 进步很快 我不像你生在好的家庭 生来就占尽好处 我这种人 从小就被父母抛弃 任人欺负 其实 而是我遇到了高伟 不 是你的丈夫 遇到了他以后 我以为我会拾来运转 以为老天爷开眼了 给我一点甜头吃 可是我错了 没有钱 没有地位 你就什么都不是 什么爱情 都是谎话 你只能当别人的万物 不过 我也谢谢你们 我现在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你要钱可以 你为什么要那套房子呢 你不怕在那里 会回忆起这些痛苦的记忆 痛苦的记忆 更能提醒着我 曾经受过的那些苦 好 我答应你 反正那套房子有过你 对我来说 已经一文不值了 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要去美国留学 什么 我要把过去的田小妹 全部都埋藏掉 我要做一个新的人 你真的以为你去美国 你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这些东西吗 这个不关你的事 你只负责把我送到美国去 到了美国以后 我答应 和你们形同陌路 好 明天就去把孩子打掉 不 你把这些事情办完 我再去打掉孩子 如果你不想孩子 出生的话 你最好动作快一点 我 你不想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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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想赶紧 你跟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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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答应我 你答不小妹一辈子的吗 你敢混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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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你没关系 放开 咋能不管 这要出大事的 你不要以为 我跟你们抢这个男人 是因为嫉妒 这个样的男人 我只是需要她的存在 为了我的家庭 还有家里的生命 现在该让她 尝点苦痛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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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 哥 哥 enga marca TED usted h 不能喝酒 我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 有一个没出生的孩子 还有一段感情 换来了这一切 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坐 哥 你坐下 我有事情跟你说 我去给你坐 我一直知道 你对我的心思 我也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你对我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像两株杂草一样 永远没有希望 哥 对不起 小美 不用对我说这些 我都明白 这房子 我走以后 留给你 不用 不用 你是在生我的气 没有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小美 你以前说过 希望我们像鸽子一样飞翔 现在 你可以飞了 哥 哥 哥 你开心 真的 只要你幸福 我就幸福 对不起 小美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那个时候 你靠在我的肩上 我们一起 看蓝天上 自由自在飞行的鸽子 那个画面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其实 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我当应过爸 要好好照顾你 可这以后 我就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 你自己 都保重 我当应该照顾你了 小妹最终选择像白鸽一样 飞翔离开这个地方 出了国外 改名叫苏娜 她到一所艺术学校去学习 学习设计 苏娜在毕业前夕的一个留学生的聚会上 认识了一个叫李泽的男人 李泽看到苏娜的时候 就一下被强烈的吸引 于是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而且他们准备要结婚 要一起回来 那么小妹回来之后 这个当哥的人 也一直在暗中保护她 一直在守护着她 那接下来 他们的生活当中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真好看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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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马上就好了 好看吗 真漂亮 要不就在这定吧 好啊 全听你的 对 你快去再帮我挑两件 我再去试下一件 好不好 都拿两件 好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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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好看吗 好看 真漂亮 你先去换下一件 这件不好吗 好看 再换下一件 快去 你再去换一个 我想看 你快去 快去 哥 你怎么在这啊 你赶紧离开这儿 娜娜 好了 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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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我会永远保护她 离开这里 她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我一辈子不和你应该 好看 好看 就像好看 一辈子不和你 好看 哦 好看 你看 多少 对 tens 一辈子不和你 就像开篋 那么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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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讓媽好好看待你 媽 都是媽不好 媽沒好好照顧你 媽 都憔悴了 都長白頭髮了 孩子 出來就好 出來就好 媽 是兒子對不起你 別這麼說孩子 是媽沒用 媽沒用 媽 媽對不起 尤馬 別讓她看見你 媽 沒事 別讓她看見你 媽 這是我打工賺的錢 你拿著 別讓那個老混蛋看見 媽留著錢沒用 你自個兒留著花 你拿著 你拿著 你還用網 你上我們家幹嘛來了 老陳 你別胡來 你別胡來 躲開 台會 以後對我媽孫重點 那個小王八蛋 長大了 學會跟我盪眼了 你信不信我再把你送給你 你信不信 你幫我 尤馬 你趕緊走 尤馬 滾 趕緊走 趕著我去 你快走 別理她 你趕緊走 走 媽 我走了 不叫他出去 非得出去 拦头拦不住 要就我看呢 那就是鬼上身啊 要不然走了这么多年的路 怎么能一跤彩空掉水塘里淹死了呢 秀瑞 咱们好聚好散 你安心的走 秀瑞 这下雨天的 我妈为什么一个人出去 我哪知道啊 我问你 事法之前 你们有没有吵过架 你有没有打个打 我跟你说田勇王啊 你小子可不能睡火喷神 我都跟你说了 他就是鬼上身 小子 小妹 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 一辈子 都被来这个地方吗 这个地方对你 太危险了 这个地方 我也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但是 我听说妈去世的消息 还是想来送她一程 毕竟 她养过我 过去的 都过去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妈 我就快结婚了 你放心吧 我走了 哥 我走了 你妈的桑葬饭你得给我 为了给她找块风水宝地 我可是真没少借钱 再有 你 小妹 你妈 你们仨这些年在我这吃我的用我的 也得给我算盘涨 你们吃的每一口饭 花的每一分钱 那都是我勤勤恳恳 任劳人员 我一个汗竹子要地摔八瓣我挣来的 现在我老了 老婆没了 有个弟弟吧 还让你们给弄死了 我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我借这些钱我怎么还 你可不能赖账坏良心啊 你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他我能怎么样啊 我要钱 要钱没有 你别以为你和小妹这点事我不知道 我弟弟柴宝 到底是谁弄死的 黄八瓣 你把这都看不过你 这些钱 让我家吃我 喝我 我就一样被我玩了 难道就他妈去死了 去死了 去死了 你要多少 这就对了 十万 没有 十万块钱 买你们俩一平安 这算封口费啊 贵吗 我现在没那么多 那好吧 有多少 先给我放在这儿 剩下的写个线条 一年之内还击 写好线条 放在成桌子上就可以了 明天早上 你来早的时候 不用跟我打招 你以为我多乐意见你啊 我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次再聊 我送你 谢谢你陪我聊了这么多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再见 再见 这个女人 你可招惹不起 你是谁 你想干嘛 我是谁 说出我的名字 你肯定不会陌生 这个女人 肯定没少在里面前说我的话 你到底想干嘛 小伙子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我实在是太了解她了 她现如今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欺骗男人得来的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忘恩负义 太怠毒了 自己得了好 就忘了我们这些个对她有恩的人 她 她什么 小伙子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想知道真相就跟我联系 不过 通常真相都很贵 你懂的 你懂的 天王 你要跟着我干嘛 我警告过你 以后离小妹远一点 我还警告过你呢 到时候再不给我钱 我都把这件事都抖了出去 与死网破 反正进监狱的不是我 记住了 这回考不是你一人进监狱 小妹也得进监狱 你想看着她进监狱吗 你想吗 太贵 钱我会给你 我告诉你 在我给你钱之前 别再给我惹麻烦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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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想惹麻烦是我的事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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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手不能找 兰胞华 我把你们俩才送到建议里去 全进去 春银 春银 吃点水果 那个男的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她主动约我了 我想去见见她 没准啊 真能从她那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儿子 咱别管闲心了 妈有些害怕 害怕什么也没事 来啦 一看就是有钱人呢 小妹真有本事 总能勾得上有钱的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们俩什么关系 你甭管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爹 她爹 季父 季父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你说我能不了解她吗 小伙子 就冲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跟你说啊 离她远点 她呀 犯过事 这个我知道 她牵扯过一桩案子 但她是受害人 不是内贱 我跟你说啊 她自己本身就是个罪犯 那她为什么没有坐牢 有傻男人替她顶了罪啊 这闺女 从小就是个害人精 扫把兴 跟她接触的男人 都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她犯了什么罪 这个 下回 下回啊 下回你带个大点的红包来 咱们再说 大点的 红包不是问题的 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是假的 假的 天地良心 我亲眼看见她 看见什么 下回 下回啊 反正我是提醒你了 小伙子 你呀 离她远点 她这个人心狠手了 太危险了 知道吗 今天只能说到这了 下回 大红包 带个大点的红包来 我全告诉你 下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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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哈哈哈 说 我想kay 我在美国学习了八年 也许您能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梦 如果我去找他们 那就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我是一桩案件的受害人 我被老板强奸了 我是他寄负 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罪犯 我就是男人的一个烦恶 但至少还有人这样爱着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爱了 我真可怜 陈医生 我又来找你了 有时间吗 当然 不知道是不是婚期越来越近了 最近 我又做了一个噩梦 说来听听 梦里 我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 参加一个庭审 那个人站在被告席上 我很想看清楚他的脸 却始终都看不清 我知道那个人是无辜的 真正的凶手 其实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所有人都对他视而不见 只有我能看清他 你不叫姑娜 你叫田小妹 才是真正的大人凶手 大人凶手就是你 就是你 我想大声告诉所有人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可是嗓子却好像被堵住了 在梦里 我真的没有办法喘上气 这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罪犯 怎么了 梦到法庭 一般是心中有重大的秘密 对于是否公开他而感到不安 你梦里的那个杀人犯 可能代表着你某个很亲密的人 他是被冤枉的 那干面具的人呢 就像你梦里所想的一样 戴面具的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可是你不敢面对他 因为如果你直接面对他 你的内心会崩溃 所以只能以戴面具的形式 出现在你的梦里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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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姐 你还好吗 我 没事 没事 起来 起来 后来 哥几个 休息一下吧 好嘞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走走人 哥 不是说不让你来了吗 怎么又来了 柴桂来找我了 柴桂找你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抓不好小的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过去纯真美好 哥 我一辈子不和你分开 命运寒可屈折 我那点初音 我那点初音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灵魂在爱恨中盲醒 我想一辈子在你身边 把祸 我怀孕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 仇恨在残酷中发酵 我就是种逃不掉的场子 明明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仇恨呢 痴情的手术 与能否换来救赎 小妹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活下去 今天收看 古法狼狼剧 积极迷迷迷迷迷 白鸽 我们来梳理一下 这些遇到的法律点 我要钱 柴桂以小妹过去的秘密 为要挟 向勇往所要钱财的行为 是触犯了敲诈勒索罪 《五国刑法》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机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并处罚金 勇往担心向警方报案 势必会牵扯出小妹所有的秘密 于是为了保护小妹 勇往决定自己承担一切 同意了与柴桂的交易 没有向警方报案 我们知道主人公 现在已经不叫田小妹 而叫苏娜了 她重新回来了 她开始拥有了自己新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时候一个叫柴桂的人出现 柴桂就是小妹之前 热梦当中的一个人 现在她的出现 她几乎要打破小妹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虽然小妹有勇往哥哥 一直在帮助她解决问题 但是贪心不作的柴桂 终究还是没有信守成 小妹的心里很担心 说这个柴桂的出现 会把自己的身份 和原本那一段 不堪的经历拆穿 除此之外 我们也隐约感觉到 柴桂似乎还了解一些 关于小妹的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 更大的秘密 那么接下来 眼看要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的小妹 不 苏娜 该如何处理她遇到的问题 成明 对这个女人 对这件事情 越来越好奇 在不断的探究 她发现好像有一种力量 总是要让她 不断去了解这个女人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小妹又会怎么做呢 你 我可知道才一心二重 你到底要多少 五百万 看来只有一个半分 杀柴宝贝 是不是 你是怎么因为一个梦 来证明我是杀人凶手的 你妈可以看下宝贝 这运势是不是有一对 你 你在哪儿见过我 你的亲生母亲 是我妈妈对你的 不是我的错 不要把我家人解释起来 这上面有成名的名字 记住 一定有这本老子 你 你 你白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仇恨你 祝你成功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超磊 明天见